對我來說小說最重要的用途是有點類似陪伴的小說 就是因為現實有很多可能大家有沉重的壓力啊 譬如不管是學生或者是已經出社會都是由他不一樣的壓力所在 所以我覺得小說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大家就是拿起書來 然後好像到書裡面的世界去暢遊了一番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書就有不一樣的故事類型啊 所以就是有不一樣的旅遊去處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都是沒有特別想要說帶給大家怎麼樣的 就好像不像是想要教導的感覺 反而是想要讓大家去探索那樣子的概念 其實有很從各式各樣東西來譬如說 因為從小就是看很喜歡看小說類還有漫畫啊然後電影啊還有 其實就是課本也是啊 因為其實課本有很多文章也是就是故事類的東西 只是被放進課本好像很嚴肅的樣子 但其實對我來說它也是就是故事類的東西 所以它還有接觸到的人是 像我第一本小說就是以自己然後玩的遊戲 因為它是網路遊戲的故事 然後還有我弟弟之類的角色然後把它寫進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就算是幻想類 其實也都是從現實生活的各式各樣的東西去演變而成的 最常碰到的困難應該就是 整個故事要怎麼繼續接續下去 因為一個故事常常主軸都是有的 然後大事件也有 然後主要就是中間的那些過渡期 是需要去耐心去把它寫出來去思考 然後想說怎麼樣才能夠順利發展到我想要的那個大事件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說這世界過渡期是比較難度過的那種情節 然後還有就是結尾 因為我覺得要寫好結尾其實還蠻困難的 就是要寫出到底是要讓這個結尾就很普遍性的 大家幸福美滿快樂這樣子 還是要有顛覆性的 但是顛覆性的可能接受度會比較定義一點 所以到底要怎麼讓這個故事的結尾 結得讓能夠更完美一點 是對我來說是現在還要繼續努力的事情 寫小說這條路是非常非常的 跟你說真的是孤獨的啦 因為其實也很難有什麼事情說可以讓你把小說寫好 只能自己不斷的就是多涉獵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努力的想要多寫 寫越多的話通常就是寫起來的文筆就是會不一樣 所以也就是只能靠自己去多涉獵啊 然後多寫啊 然後還要調適自己的心情 因為寫小說是在家裡嗎 或者在外面不一定 但是都是自己在那邊寫 所以跟很多工作可以互相合作 那感覺又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要努力的調適自己 就是可以才能在寫小說這條路走得更長久一點 就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 也是最好的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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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